大家好 我是金豪華汽車小黑 那這次我跟大家分享 我右手邊這台2020年的福特Focus 它不是ST-Line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雖然說可能大家看畫面會覺得說 其實確實當初在投P的時候 ST的造型跟一般1.5T 我們最常買的180多T的那個版本 基本上長得有點像 因為它都是叫ST-Line 可是還是有一些些比較不一樣的差異 一般的ST-Line不是這種更大的 這種蜂巢式的水箱罩 它變得更大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比較好辨認的方式 來幫我看一下這邊 一般的ST-Line它是銅色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是白色漆的話 那這邊它也是烤一個亮面白色的 那如果是正ST 2300cc 這個版本的話呢 這邊就會變成烤一個類似 蕭光影的這種泰色腔色的一個烤漆塗料 前車主呢自己有在改一個進氣的飾管 其實我發現蠻多車友可能也都有改這個人 網路上看到蠻多的 不過這車目前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也還在趕著接單 已經2020年新款 大家也都還在等 正ST的話呢 是這一攤19吋的旅圈 然後這是輕量化的鍛造旅圈 所以這一個你要買原廠買來改 要嘛就是不用再改了 因為這旅圈其實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然後前車主在今年2023年2月的時候呢 4條輪胎跑胎全部都才剛換而已 就跑沒幾千公里 所以像這個啊 外面一條輪胎 現在基本上一條要大概7000到8000以上 看你換什麼品牌 那固特異的跑胎 基本上這一條19吋的還要7500 剛換而已 ST有一個很奇怪的小細節 但我覺得蠻貼心的 就是這個也是只有正ST才有 就是當我開門的時候 來攝影師幫我注意一下這裡 很可愛 我門打開的時候 他就會伸出一個門邊膠條 這個是隨著它是一個機械結構 這不是電池 所以你不太需要怕它壞掉 而且不只一片 是四片車門都有 他就會有這個防撞膠條 看似無聊 但我個人覺得很有趣也很貼心 他就要莫名其妙伸出一隻手 幫你扶住門的感覺 那我們看一下車尾 車尾呢基本上也都長的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這邊一個大大的ST 如果今天是1.5T的話 我竟來一個小小的銀牌 銀牌吧 然後什麼ECOBOOST之類的 我記得尾燈的燈色呢 因為我記得這燈殼色 好像有燒發的尾燈不一樣 我不確定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 因為他們同一批 它是最頭批的ST 尾翼的部分 這也是只有正ST才有的 一直以來 如果是喜歡福特車系的朋友 應該就有注意到就是 大家都喜歡改什麼ST包啊 RS包啊 那不過現在4代4.5代RS 就是還沒出來啊 所以大部分的人改裝套件 通通都是改ST的 那這個就是原廠正ST的一個尾翼 不誇張 我覺得很剛好 再做一個延伸小腰尾 這個在高速一定多多少少都有一點作用 那原廠給的當然更好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前車主呢 這裡有在改五門車應該就會比較有一點興趣啊 就是其實它把尾翼廢掉 廢除掉 它只是把它的基建結構拆掉 然後再貼這個玻璃桿 五門車喜歡玩車的大部分 有時候都會做這些小點 所以我覺得很正常 不過也不用擔心 原廠的雨刷基建呢 前車主留在後車廂了 這功能都還正常 然後還有一些輕度的小改裝 引擎沒動過電腦沒調過 買這一類的車型 最怕就是電腦動過調過而已 那它只是把 這是原廠彈簧 它只是改成那個短彈簧而已 他當初來找我們收 就是來賣車的時候呢 他還特別交代就是 我車無煙 請你不要靠近我的車 對你們抽完煙再看車 因為他車子完全無煙 連他自己朋友也講說 在他車子附近抽煙 他就會生氣 也代表說這台車 車主真的顧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OK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看一下 這個呢 因為我小黑本人 我的親弟弟 他也是開Focus 那他就說其實像這個 正ST這個 這也是只有ST才有 一般的話大概 我記得到這邊而已 也沒那麼誇張 做這種延伸 這也是正ST才有 然後雙出圍館 就全部都全圓廠的一個設定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內裝的部分吧 我們目前坐在車內 車內里程是28,553 三年車 只能說我覺得算是非常少 因為我們在這台車 目前剛回來 我們現在在等待整備 也就是說 大家今天看到的這個影片 是原汁原味的車況 那我剛剛一直不斷的提到 車主真的很酷車 那在就是坐在上面 其實天色有點昏暗 那其實實際看的話呢 它整個顏色呢 都是非常有質感 都非常的乾淨 甚至連灰塵都沒有 我們正在想說乾脆不要洗了 直接賣就好了 因為實在是太乾淨了 好那最主要呢 其實這一代的ST 最主要有幾個差異 第一 方向盤 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到一個大大的ST 然後 一樣有附快播 這個是跟一般的Focus 對於比較明顯差異的地方 就是一般呢 我的行車模式切換鈕 會在我們的中控台下 那它這邊特別給你一個S跟一個Mode 讓你做切換 那是尬恰按鍵 隨時要尬恰 S直接一個按下去 你就變成運動模式 你就可以準備開始跟人家尬恰了 或者是直接從這邊做一個手動切換 那模式切換上呢 就是四個防滑標準 運動模式跟跑道模式 那當然我真的是不建議啊 因為你用塞道模式的話呢 在網路上先千萬不要這樣做 為什麼因為要把你循跡防滑關掉 你其他電子介入都會改變 那這個模式呢 也不只是單單針對你的這種油門上的輸出而已 它還就是更針對 就是當你今天在做其模式上的切換的時候呢 Focus ST正ST這個版本 它的懸吊也是經過Ford Performance的那個特別調教 所以在後懸吊的部分呢 也增加了防晴感相關的有的沒的 再來就是說它是電子懸吊 所以當我今天做模式切換的時候呢 電子懸吊也會做即時的微調 所以你在行車在開的時候的路感呢 也會有稍微的不同 其實這代的音響我真的覺得蠻不錯的 比起其他什麼BOSS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它的音響真的不會輸啦 我只能說真的不會輸 好然後中控介面呢 就是在原廠的情況下 這就不用講了 導航有 然後藍牙音樂也有 然後倒車的話 看一下倒車顯示也有 然後像這一代呢 一定都會配有那個Apple CarPlay 只要我連線過之後呢 這是有線的Apple CarPlay 所以你接上線之後 它也會就是問你要不要進入 Apple CarPlay模式 好然後下來這邊呢就是一樣 就是目前最新的福特車系 都是這一個排檔方式 然後電子手剎車 Auto Hold 然後還有包含你的抬頭顯示器 的一個設定有在這裡 那剩下的這些基本功能啊 引擎起壁啊之類的 福特一直以來幾乎都跟 Riccarlo代工合作配合 那像這種椅子呢 就不會有電動座椅了 不過好處是它的包覆性 實際現場看車看這張椅子 坐下來的感受 真的是我覺得超棒的 這椅子的支撐性真的算不錯 然後車子配有全體天窗 再來就是ZXT呢 它的天篷會比一般的1.5T 還要來的更黑 會黑的更明顯 所以你上車之後 你整個運動氛圍 運動氣息會變得更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引擎式的部分 那最大的差異性就是 當引擎式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引擎大很多 因為這個是一顆2.3升 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那馬力數據的大概是 馬力大概是280匹 然後扭力的部分大概是42 還是43公斤米上下 你要知道就是其實 我們在買2000或是現在的車 性能車啊 扭力的部分可以到35 甚至40以上 其實它在加速的時候呢 那貼背感是非常有的 因為大部分的車 頂多做到20幾公斤米 但是所以超過340之後呢 跟你平常開車的習慣 就會有大大的不一樣 因為那加速性能 是只要在這種車系上面 才感覺到的 OK然後再來是這車剛回來而已 所以我們車子還是 立刻安排做了整個車輛的查定 那這個不管在我們各個影片呢 或者是在其他車上 其實你都看得到 只要在我們A10UM GO車呢 板件的部分 或者是內外觀 通通都是公開透明的 只要我們今天車正常 那我一定是 震震蕩蕩的 做一個第三方查定 給各位消費者看 那目前畫面上也可以看到 就是板件的部分呢 都是全車原板件 沒有更換過任何一塊 那底盤的部分呢 這些更不用講 ABC柱啊 然後這些車體結構啊 沒有任何的就是板修過的痕跡 那不只是外車車體結構啦 就是後面引擎啊 各個相關的引擎變速箱方向機 這一類的啟動馬達 他們通通我們這邊 通通都有做查定 大家來看車的時候呢 可以順便參考這一本 那剩下的呢 我只能說在車 有個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目前這個車呢 目前2023年只剩下手排的 也就是說 歷代的Focus ST車系 以前都是出手排的 當然如果你今天喜歡福特車系 又想要就是 只想要開自排的話呢 那你真的要快 因為只有2020年 這個年份 跟2021年 這兩個年份的Focus ST 有出自排的版本 在這影片還沒上架之前呢 我們也已經看過外面 其實外面現在大概 應該是一台橘色跟 我記得灰色還白色 不過里程都比我們家的還要多蠻多的 我們其他2022年之後的不管 那以我們這個年份的 目前市面上有在流動的車系 第一顏色很奇怪 橘色紅色 那當然這個各有所好 那只是說 如果以最搶手的白色車來講 只有我們家有 然後里程數的部分呢 我們家的這一台ST 也是跑最少最少的 我是金豪華汽車的小黑 對我們這台車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找我們聯絡 那下次見囉 掰掰 實在就是 SUM